你現在聽的是www.sourceradio.com 原網台 我是長焦低炒的阿毛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講一下長壽需要的五個微條件 從古至今 人們都要追求長壽 古時有秦始皇 我們這些現代人就會去研究有些什麼食療 做些什麼可以長壽一點 大家都知道 福如中谷祝你 福如東海 壽被南生 這個是人都追求的東西 所以今時今日 我們現在人生活的物質豐富了 醫療又表面上發達了 相當來說 我們的壽命都是比較長一些的 雖然是這樣說 人人都覺得是要追求長壽的 當然除了長壽之外 還有一件事當然是要健康長壽 我記得有一次在數學學會 加布那裡講過討論 關於怎樣去長壽的 我第一次問在座的人 其實在座有誰希望自己能夠長壽到八歲 請舉手 結果沒有什麼舉手 當時我都呱呱 沒理由的 個人都希望要長壽 最後有個年輕人又舉了舉手 沒理由 幾十人的 只有一個年輕人舉手 我最後就突然明白到 原來一般人的異味道 如果長壽就是多病的 年紀大會多病的 所以一驚到一些人都會想 哎呀 不事了 那麼長壽 有什麼用的病都那麼辛苦 是吧 我當然現在說 就是健康地長壽 是吧 這個資料 我都在模擬家 就是在網上有人傳給我的 好像那個來源叫生命時報 我想現在網上有很多好資料 大家都有機會 都可能都時不時有人接收過 好了 根據這個生命時報 他所提倡 他説長壽需要五個微條件 微條件 好了 戴一良你講一講 第一個是什麼微條件 第一個是微半 原來 微半 現在人們是很喜歡減肥的 但其實在醫學角度 如果太肥就有增加患病的風險 但太瘦又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一點點肥 身材才會健康 身體才會健康 其實任何年齡的人 都不應該過份減肥 OK 那就是說 我們和一般的想法不同 一般人都以為是瘦一點好一點的 瘦一點健康一點的 健身肥肥是肯定不好的 但當然大家都同意太肥是不好的 雜病風險是多的 但現在這樣說是太瘦 還有是太肥 量都不好 最重要是微微的肥 這很重要 大家都可能都聽過 國際上一種指標 叫做BMI Body Mass Index 一種體質的指標 通常BMI的計算 就用體重 用Kg計算 除身高用米 身高的平方 Square 這個就是我們計算標準的 最好的體重 現在在中國、日本、韓國 這些地方 就把BMI控制到22.6 到27.4 如果在這個範圍之內 就比較好 死亡風險是最低的 高個或者低個這個範圍的人 死於癌症、心腦血管疾病 以及其他疾病的風險 都會增加的 美國一行針對600萬人 長達40年的調查 都發現了 超過標準體重 10%到15%的人 那個壽命是最長 死亡率最低 這個挺有趣 我們講的標準體重 就是剛才所講的BMI 反而是超過那些人 竟然是更加長壽 死亡率更加低 微叛的優秀是中老然 中老然的群體裏面 最為突出 即不是好老好老 是中老然的那段時間 通常我們都有人講 中然肥叛症 很多人都有 但是原來八年 日本的研究顯示 比較偏瘦的人相比 40歲那段時間 看重稍微超重的人 壽命會更加長 是 能夠多活到六至七年 那他是什麼原因呢 他說呢 原來就是說 我們當皮下面的脂肪稍微多 當然可以儲藏多些能量 因為脂肪是儲藏能量 抵抗寒冷 提高免疫力 還有保護了身體重要的器官 就是用脂肪來做一個 背包 從而延緩衰老 他說 生活中 很多老人 由於害怕 怕了慢性病 或者加重病情 很多食物都不敢吃 很多是避忌的 一味控制食物的洩入量 結果往往適不其反 導致能量和蛋白質的洩入 不足 結果帶來缺帖性的貧血 免疫力下降 反而疾病容易感染 增加風險 這是在外國的日本研究的 那如何通過食物控制體重呢 如果那些過瘦的老人 可以怎樣做 可以用什麼方法增加體重 多吃幾餐 可以嗎 沒錯 他們怎樣說呢 可以吃些果仁 較高能量的零食 可以做一下運動 增加食慾 調節一下心情 除了23餐之外 可以吃一些snack 簡餐 牛奶 堅果 這些都可以的 最重要是增進胃口 用適當的運動 因為運動之後 人們都會餓 我記得 你的小朋友去游泳之後 特別能吃 因為這種運動 消耗很多能量 調節心情 保持睡眠的時間充足 保持睡眠的時間充足 當然 這個是體重瘦的老人家 如果過肥的中老人都應該減 通常是怎樣減 可以吃多些高纖的蔬菜 低能量低熱量 減少一點糖 不要喝甜的東西 可以吃一下綠豆 粟米粥 減少一點 不要吃肥膏 不要吃肥肉 吃瘦肉 堅持運動 就可以減肥了 對 內臟和脂肪 都可以減低 好 這個就是第一個味 第二個是什麼味 第二個味 是微涼 溫度和健康 原來有物質的關係 尤其是 室溫和飲食的溫度 最佳的環境 原來是18-20度 那時候身體 就會覺得微微的涼 那個免疫力 就會發揮到最大的功效 可以抵抗病菌 睡眠質素也會提高 大家都認識 中國也有一個長壽村 那是廣西巴馬 搖族的自治區裡面 原來那個長壽村的人 那個地方 平均的氣溫 是20度攝氏左右 我們要提醒的人 我們不要過多用外界的 控制溫度的手法 有時候現在有空調 很多時候用空調 將我們處於一個 不太健康的溫度 OK 我們因為掛熱用 有現在的文明的環境 就忽視了身體自己的 體溫調節的系統 譬如在冬天 我們那個溫度 架到很高 至少一些人可以 可以繼續穿短袖衫 吃雪條 到晚上睡覺 還要加疲 在夏天 因為用冷氣機的關係 而冬天的氣溫 室溫 最好是保持16-20度 最好 夏天控制24-26度 不要太冷 也有些讓我們身體 有機會適應一下 涼的溫度環境 因為巴馬村 長壽村的溫度 是20度攝氏左右 好了 食物方面如何 怎樣 最好是涼拌 蒸 低溫烹調 可以保持食物的營養 如果煎炒炸的高溫 就會造成維他命損失了 可能會致癌 另外一方面 食物應該在保溫 未涼的狀態之下 食用 不要吃很燙 有些人喜歡喝很熱的飲食 喝豆漿 湯都死 第一會燙傷 食道黏膜 有發覺食道癌 第三是甚麼 第三點是微餓 長期能夠堅持七分飽 保證營養可以吸收 如果過了 可能消化不好 不會太飽的話 又可以保持頭腦清醒 大家都經常有甚麼經驗 吃了飯之後怎樣 會很難睡 真的會很難睡 其實告訴你 你吃了太多 當然 七分飽的蠔 七分飽 你怎樣知道你是七分飽 好像飽又不飽 對食物好像又有少少想吃 但又覺得OK 胃就不會覺得很悶 對食物的疫情減少了 食物的速度慢慢的 都是慢慢習慣吃 如果食物拿走了 OK 又沒甚麼所謂 通常 如果那些人在固定的環境之後 吃到七分飽 應該在下一頓 即是你定時吃飯的 但下一頓之前 不要特別說 哇很餓很餓 這已經說明吃到七分飽 但如果你覺得不是 即是吃了之後 到第二頓時間 味道已經很飢餓 即是說不夠了 你要加多點飯糧 即是 這是我們所謂七分飽的感覺 OK 好了 還有三個方法 可以把握微餓的感覺 第一個方法 就是專心吃 不要一邊吃一邊聊天 一邊看電視 第二 就是要慢慢咬 感受到自己對食物熱情的變化 第三 其實咬到甚麼 有一種說法 這個是有人訪問的 有訪問過 在第二次曬日大戰 那個集中營裏面 很多人生存下來的人 他問你 為何你那時候 你可以捱得到 其中有個說法 他說 我當時的食物當然不夠 那他就 任何食物都好 他真的在口裡含 咬咬咬咬咬到 咬到他 他自己會流入口中 即是不會狼吞苦咽的 即是在這種飲食的 慢咀咬的方法 慢吞慢咬 是將食物的營養 真正正吸收了 但你知道 食物吸收得不完整 不是浪費了 現在食物很多人 都覺得有條件浪費 但問題是 食物不咬過 不咀咬過 不在口水先消化 入了胃 其實是會發酵的 因為他吸收不到 這是第一步的過程 做得不足 去到小腸胃 是吸收不到的 那吸收不到食物 就會發酵的 會變臭的 會腐爛的 所以 就會跟身體制度毒素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我說狼吞苦咽 其實狼吞苦咽 不是食物浪費了 食物吸收少了 而是會制度毒素的 好了 那第三是什麼呢 第三呢 就是少蒸多醋 就是吃多些 譬如是 糙米 就是整存的食物 就不要吃精製的食物 那就可以咬多幾下 那個減慢的速度 就令到那個飽吐感 會多些 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吃白飯 白飯很快燈的 我要吃糙米飯 那就不是了 那它自然覺得 它需要慢慢咬 慢慢咬 慢慢咬 那就是形成 你的食物那方面 含在口腔 用口水 先將那個澱粉質消化 先 那機會就大很多 好了 那第四個眉是什麼 是眉汗 運動之中 出汗多少 經常被人用來評判 運動的效果的標準 但是對一些中老年人來說 大汗臨尼 不是最佳的狀態 可能令到他們會虛脫 跌傷 吐不了氣 吐痛 那樣的 所以中年人 最好就是 適當地運動 微微出汗 有少少倦意 就最舒服 那堅持可以在每天 戶外運動三十分鐘 那最好就是一個小時 運動最高的心跳率 控制在一百七十 減去自己的年齡範圍之內 那散步啊 游泳啊 太極啊 那些都是不錯的選擇 來的 清晨其實呢 就不是最佳的運動時間 那世衛呢 推薦呢 其實是 早上的九點至十點 或者下午四點至八點 就最適合運動了 是啦 那有時候呢 那些人呢 就不要臨泡一下 就是運動 那早上太早呢 很可能的身體呢 那些都未曾暖化 那些根基 還未 warm up 還未 warm up 那所以呢 原來呢 那些時間呢 都是不是 有些人呢 天都未光就去做 那原來不是最好的 九點到十點 還有四點到 下午四點到八點 就不是呢 就是 不要說 吃了飯之後 就可以做大量運動 好了 那最後的眉 是什麼眉呢 哦 是眉魚啊 即是笨笨笨 即假裝笨笨就行啦 對 不要太執著 不要太執著 不要太計價 OK 那長壽就離不開 豁達的心態啦 一定要淡薄明利 就是不所謂糊塗啦 就是有些阿Q精神 糊塗塗啦 那樣 曾經有個老人家這樣說 不淘明 不淘利 不著急 不生氣 就能活過大燕己 反之根根計較 凡是較真的人呢 往往都因為內氣 內心的氣氛 那個抑鬱有發多種的疾病 是的 例如高血壓啦 胃股羊啊 神經衰弱啊 最終就賠償健康 那為了大家知道 我也和大家分享過的 其實呢 最容易導致我們的健康的 最主要原因是我們的心境 是 我自己的爸爸也是 他活到差不多 兩個月到一百歲的 無疾而終在家裡 他也是有一個人的很好先生的 完全都是 就是這樣了 不逃命 不逃利 不著急不順氣 我自己的爸爸也做到的 真的活到一百歲的 好了 那就是說呢 養生就必須要養心 是 那個生命裡 更糊塗一些 更瀟灑一些 即是放得起 拿得起 放得低 赤少少虧 都沒有什麼所謂 還有學會是自己 嘲召自己 是吧 那才是最大的智慧 多加尼朋友 因為 培養的愛好 勤於閱讀 好像聽 很多方面的資料 因為這個世界的資訊 真的很多 那麼多加尼運動 其實都會 利於人的心理的健康 嗯 這五大個原因 真是很有道理 那麼多謝了 袁醫生今天的分享 時間又差不多了 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 預約回診 2577-3798 可愛的聽眾 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醫生網上回診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ro.com 或者上我們的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探望我們的節目 謝謝袁醫生 好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旅創意健康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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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com.hk 你現在聽的是緣網台 我是心靈對話的Carmen 緣網坡 文字幕 времestin ELL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